A.I.教父缓缓走上投手球 献出人生开球处女秀 球直接落进捕手手套 获得如雷掌声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难得脱下黑皮衣 换上印有NVIDIA字样 即象征回答创办年份的93号球衣 为美国职棒旧金山台湾日 献上开球初体验 真正上场前黄仁勋恋头 一颗接一颗 就算是娱乐性质演出 依旧认真看待不马虎 也难怪能成就市值超过 新台币84兆的晶片帝国 最特别也最万众瞩目的是 开球嘉宾是我们的科技界男神 也就是回答创办人黄仁勋 黄仁勋旋风席卷球场 大批粉丝团团包围 挤得水泄不通 球签名跟合照 大家好 黄仁勋通通来者不拒 据亲民形象再加分 副总统萧美琴的预录影片 也在大萤幕上播放 为棒球和台美友谊喝彩 当然现场少不了 道地台湾元素 大机高唱台湾送诉说对台湾的热爱 气氛嗨到最高点 乌克利利演奏家冯逸也到场演出 弹奏美国国歌 迈入第三年的旧金山台湾日 跟去年相比 吸引近四千人到场朝圣 人数翻倍 让台湾文化在棒球世界殿堂 发光发热 三里新闻杨俊宗报道